那过日子的帐篷有什么呢 最典型的就是有我们蒙古草原上的这个蒙古包 它就叫蒙古包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帐篷 蒙古族 蒙古族呢 它是依水草而居的 每年它要迁徙 所以它的房屋呢 就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 它就一定要使用这种便携式的建筑 是能够拆了建建了拆 蒙古包给我这个最深的这个印象呢 是它的视觉体验 就是一旦进去以后 它是个圆的 我们大部分人的家都是方的嘛 所以这种圆形的建筑呢 它又不分隔间 就所有事情都在这里完成 比如睡觉啊 待客呀 吃饭呀 都在这里完成 所以全家就是一个大厅 这种感觉呢 是一种 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感受 我就是二十几岁 所以第一次去内蒙古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受 再有呢 就是我们东北地区啊 东北地区的木屋 我一九六九年啊 去的年初的时候 去的东北 去的东北到邻居说 看见它那个用木头盖起来的房子 那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那木头都粗啊 盖房子的木头直径都大概有这么粗 都在二十公分以上 甚至三十公分 都是一根一根木头雷起来的 中间呢 用些塞些黄土去遛缝啊 那我现在想想 这样的房子 今天盖起来太奢侈了 完全是用木头的 可是东北当年 就是靠这种大木头盖房 那房子盖的呢 很具铜化色彩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的这个华北地区啊 因为中国真是地大物博啊 这个地方大 它那个风格就不一样 那华北地区呢 主要都是砖房 砖房呢 华北地区 我们看看就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啊 这些地方都是砖房 砖房的样子有所不同啊 你比如山西的房子呢 差不多都是维和式望里单面的这个屋脊 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种院落呢 最早呢 它相对都是一家一户啊 它是比较宽松的 后来呢 由于人口的增值啊 和常年的不怎么盖房呢 就变成很多人挤在一个院里 就变成了个大杂院 大杂院名字就这么来的 那富人住呢 都是好几近的带跨院的四合院 你看北京啊 北京过去你的住宅一进 你从门就能看出来 你这是广亮大门 一看你这个家里就是房子多啊 你想你门就能占三间房子的面积 那你肯定你家里房子多 那种蛮子门直接临街的呢 那推门就进 那你肯定房子就少 那北京的大四合院呢 就是够的上等级的一般都得三进 甚至四进五进 还得带跨院 什么是跨院呢 就是在中州县以外的这个跨院 跨院一般人都是作为 什么花园啊 作为甚至客人去住 那么北京最大的四合院 你就不用说了 那肯定是故宫 那里有多少房子 数都数不清 统计过多少次 一开始老说是有9999间半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那么古人那个算房子 房间跟我们金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金人今天算房子呢 就是一间就是一间 无论大小 古人是按这个房梁啊 房坨算起 有一坨就算一间房 比如太和殿啊 太和殿面阔十一间啊 他近身是五间 那就是55间房的一个当量啊 这个量就非常大了啊 那我们如果再往江南地区走啊 这个你看啊 它跟水有关系 它离水啊 稍微远的地方 它多半居住的这个房子 都是以木头为主 以砖为斧 那沿水而建的房子呢 它就一般不使砖 为什么不使砖呢 因为砖太吸水 它使石头 它都是这个木石结构的 你注意看 你比如你看那个 苏州地区啊 苏州地区沿河的那个建筑 它底下的墙基什么的 它都是石头的 从包括地面都是石头的 使砖受不了 因为它常年的吸水 这个房子就过于潮湿嘛 所以盖房子一定是因地制宜的 你比如我们这些年啊 通过视频都能看到 就是这个福建 还有一种建筑叫土楼啊 那土楼呢 大部分是圆的 也有方的啊 那么这种土楼呢 它是当年啊 北人南迁的时候 为了防御当地 跟当地人过度冲突和防御土匪的 所以才盖成这种维和式 这种维和式的建筑呢 就是特别适合群体这个居住 所以它的文化氛围 就人情味特足 其实土楼的结构呢 是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以石头为基础啊 以生土为材料 再配上一些竹木啊 作为墙古迁拉 你知道这个泥啊 这泥里头只要掺有植物纤维 比如你就是掺上稻草 它都会结实很多 所以像这种土楼呢 它通风啊 采光啊 抗震啊 隔音保温防卫等等功能 它急于一身 所以这土楼的形成呢 它不是偶然的 它是受当地的人文环境的影响 是这个客家人嘛 客家人一听就是远来的人 抱团 防止一族来侵扰而设计的 对吧 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啊 竟说这民宅了啊 民宅我们其实都看得见 其实我们今天能在全国各地 看到的民宅再老一点的啊 也就是明清时期的 偶尔啊 在山西什么能找到元代的民宅 我看过一些资料呢 元代的民宅都比较小啊 那但是宫殿呢 我们看到的宫殿就是故宫嘛 故宫就是明清两朝的一个大宫殿 它是这个天子的这个宫殿啊 或者是天子的住宅家办公的地方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宫殿的概念呢 那往早了咱不说 咱就说从这个秦朝开始说起 秦汉时期 秦朝呢 已经有了这个很大的宫殿群了 比如鹅旁宫啊 它这个大殿有多长呢 它是东西长有1320米 宽有420米 占地面积呢 大概有54万平方米 它这个基座呢 夯土呢 夯土台高达啊 现在高达能测出来有12米 那12米相当于今天四层楼那么高嘛 我们基本上一般的民宅都是三米一层 它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宫殿 这个遗址啊 不过由于前殿的面积啊 太大了 还没有完全建成呢 秦朝就亡了 所以呢 它也就成了世界上可能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烂尾楼 那么到了汉朝啊 汉朝的宫殿当然依秦制啊 它也比较宏伟 它没那么大 它也是很宏伟 因为它受影响嘛 那卫阳宫呢 大约有5平方公里啊 虽然总面积不是最大的 但是现行的遗址呢 还是比较完整的 它没有烂尾嘛 前殿呢 东西长了大概是有350米 南北长有200米 这样算下来呢 大概有7万米的一个面积啊 可以说 它是世界上已建成的 就是我们有史料可查的最大的宫殿了 那故宫呢 太和殿呢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特别精确的数据 但是我看了看那个地基 靠目测看 大概也就有1万平方米 那理论上讲 汉代的那宫殿是它的7倍大 那么进入了这个唐代以后呢 长安城呢就有了相对完善的建筑格局啊 这个商住它是分开的 我觉得古人在这点上设计呢 跟今天呢 思路是不同的 那他觉得 因为中国人自古对商业 他是另看啊 另看一眼 所以呢 这个他的设置呢 就是商住分开啊 住的地方就是住的地方 商业就是商业的地方 所以呢 他就有了东市和西市啊 据说我们今天说买东西啊 这东西就这么来的 那你看木兰词里其实就有啊 东市买郡马 西市买安间 南市买佩头 北市买长边 它是一种 从文学角度上讲 它是一种护文的修辞手法 它真不是说 我得跑这四个地方 才能买齐这些东西 只是说 这种商业的布局 东南西北都已经形成事了 就从这个角度上看呢 就是至少从南北朝时期 一直到隋唐我们的商业和住宅是分开的 但是有一点啊 我们早期的建筑呢 按跟今天比较起来 采光都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简单嘛 它没玻璃嘛 它采光好不了 那现在的我们现存的啊 唐代建筑全国就几座啊 就是原来说四座 是不是这两年又发现了 我就不是太清楚啊 就是比如山西的这个佛光寺啊 南禅寺啊 都是著名的唐代建筑 都是当年梁思成先生到山西考察发现的 那你注意看 它窗户都很小 墙很厚 窗户都很小 那采光一定不好 到了宋代以后 中国建筑的采光就会变得好很多啊 因为它有了礼界的营造法式 什么叫营造法式呢 就是你盖房子的时候 这有一个标本 你得照这方法去盖 这个营造法式的确定呢 对我们的整个宋以后的建房子 有巨大的影响 就是在北宋这个时期呢 我们开始出现了隔扇门 隔扇窗之类的发明 那这个呢 就是把外部空间引入了建筑的这个内部 扩大了视觉的效果 提高了这种视觉感受 什么叫把外部空间呢 就是这隔扇门 你要把它全对开 开了以后 只要是春秋两季 空气好的时候 那内外是形成一个景色的 外面的空间也是室内的空间 所以呢 隔着这个隔扇门 能够享受建筑以外的空间 这个包括通风 包括采光 所以那时候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但是冬天不行 冬天屋里冷 你都开开 你受不了太冷 那夏天呢 开开又太热 所以呢 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呢 是内部空间跟外部空间是联为一体的 它没有很清晰的界限感 这种隔扇门 它是实际上 它是可以让你迎南这一面的全部都打开 有机会到苏州园林逛的时候 注意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建筑的这种神奇感 那么我们的明代建筑啊 明代建筑呢 在这个体积上呢 它实际上还是受唐宋时期建筑的影响 它比较高大啊 即便是民房也比较高大 比如你比如 我早年去苏州啊 去看那些老房子 现在好多都拆了 太可惜了 都拆了 那种老房子呢 一进去 这些通高都有六七米高 六七米就相当于两层楼高 但是它只有一层空间嘛 所以一进屋就觉得高大 那这种建筑你都不用问 大致都是明朝建筑啊 就是清朝也是清初的 那清代的建筑呢 后来就开始缩矮 它为什么矮呢 它省材料啊 清代人口增值以后呢 从面积的角度上讲 从这个人均面积呢 它肯定是在缩 所以盖房子的时候 就导致房子的面积呢 就是越盖越矮 甚至在原来的那个空间中 加上一层啊 加上一层 那加上一层以后呢 那你那个一层空间 就显得没那么高 我们今天住房子啊 也是希望这个屋里层高高一点啊 我记得前些年盖房子 就是上个世纪后期盖的房子呢 往往都比较矮 它一般层高都控制在两米五 两米八 都算高的了 我甚至进过有的房间是两米二 两米二是多高呢 就是我这样的个 伸直了手 可以摸着顶 那就很不舒服 它在长时间在屋子里很压抑 我们今天在家里住啊 这个空间比较舒适的空间 我觉得应该够三米 那三米五就非常舒服了 三米二也很舒服 三米呢 就算舒服 但低于三米相对都有压抑感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房子啊 到了近代啊 近代的这个住宅就发生巨大的变革啊 那近代主要是民国以后啊 民国以后 首先是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 再加之出现了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 还有钢筋 那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以后呢 就开始出现了楼啊 小洋楼啊 因为当时都是受西方人影响的 过去人盖房子 特别注重外表 就外面得好看 所以呢 就是这种小洋楼就出现了 这小洋楼呢 有的是外国人建的啊 有的就是咱中国人自个儿建的啊 南北方都有啊 你比如北京啊 北京这个天津都有啊 上海也有 各地的风格都不一样 北京民国味道最足的小洋楼呢 现在保留下来的 还有这个东四和东四十条把口呢 那儿的这个段七瑞的执政府啊 有这个京师女子学堂的旧址 还有东郊民相啊 还有孙中山的行馆 府人大学的这个旧址等等啊 这些都可以去看看啊 那么我呢 原来啊 就是八十年代初 我调到这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呢 中国青年出版社呢 是一个王府 老房子 然后这在东侧 西侧呢 就是一个民国的小洋楼 特别有意思 这出版社呢 一进去 既有民国的小洋楼啊 三层 那小洋楼还是三层 然后又有 这个清朝的大王府 可惜呀 可惜呀 后来单位缺房子 因为那房子利用率低嘛 把小洋楼先拆了 后来又把这大王府拆了 那那时候呢 文宝做的没有现在这么好 要是现在这种文宝 绝对不允许你拆 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去天津啊 天津五马路那一段啊 都能看到各式风格的小洋楼啊 那个楼呢 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啊 今天去都保留下来了 那上海就更多了 上海呢 我觉得上海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 上海本身对这洋楼就就有有追求啊 其实它这里有很多很大的这种洋楼啊 比如现在有一个保存下来非常完整的叫马勒别墅啊 它主建筑呢 是三层啊 斯堪得纳维亚式的挪威风格的建筑 你听着这很有意思吧 其实咱也不太懂 我告诉你 就有点像童话世界里的城堡 它当时是一个英级的犹太的富商 它就叫马勒 所以这个别墅就叫马勒别墅 它是为他女儿建的啊 他女儿这个有一天早上起来跟他爸说 说爸 我梦里梦见了一个哎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爸就说 那你给我画出来吧 然后这女儿就 把梦中看见那个房子就画出来了 我想这女儿是画画是有天才的 要不然画不出来 我梦见过好多 你让我画 我肯定画不出来 这女孩呢 就把她梦中的那个城堡就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呢 这就等于是出现了第一张图纸 这爹呢 就爱你心切 他就用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把这马勒别墅盖出来了 今天马勒别墅呢 还是一家餐厅 还能住 有机会到上海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看 不住在里头也吃顿饭 前面还有草地花园的 看的时候感受非常震撼 可惜呀 这马勒呢 盖好了房子一天都没住 就被轰出中国了 就离开中国了 所以这份文化遗产呢 也是一个特定时期 在民国这样一个特定时期的 一个建筑 今天我们来回过头看这种建筑 它都是带有一种文化色彩 这种文化色彩 跟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是很难去分割的 我们的建筑再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 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啊 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呢 是我们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以后呢 国泰民安 人口增值特别快 那人口增值特别快呢 它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房屋的增速达不到人口的增速 刚解放的时候呢 我们有多少人呢 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就是四亿五千万人 那么没过多少年啊 1958年的时候 毛主义写了一首诗啊 叫这个宋文神啊 他其中就写有这么一句嘛 叫春风阳柳万千条六亿神州进顺遥 你想这个58年 49年才十年增加了小两亿人啊 大概是到了七十年代 我们就九亿到十亿人 人口就翻翻了 由于人口增值速度太快 当时候新中国建设呢 主要都是生产嘛 所以对住宅这方面呢 这个投入不够 导致呢 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的有十多亿人口的时候 那个住宅面积呢 并没有根据人口的增长而扩大多少 所以就显得特别拥挤 北京好好的四合院啊 本来是一家人住的 后来就变成几家人 甚至十几家几十家人举在一个过去一家人的院子里 你想想这院子能好了吗 所以就丝大乱建 改了很多小房子啊 上海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它就是李弄就是胡同嘛 它的阁楼啊 改成那小房子叫鸽子龙 什么叫鸽子龙 就人进去根本都站不起来 我当年到上海去 买一些这个文物啊 去到人家里 我记得我有一把很好的紫坛椅子 是在一个人家的二层阁楼上看见的 那接上去以后 我根本都直不起腰来 都磕脑袋 在上面居然有着国宝级的家具 你可见当时人居住的环境 有这个有多么紧 最紧的啊 就是一家人 一个人都合不到一张床的面积 就是一个人合不到两平米 那除了睡觉啊 任何其他活动都得上屋外头去 所以那时候你看得很清楚 走廊里做饭的啊 这个有公共厨房的已经是很好的 甚至很多人常年就是在马路边上做饭 在家里吃饭 在马路边上做饭 把炉子拎出来 那么当时的这个公共设施 当然比较好了吧 比如有公共厕所啊 我们现在的公共厕所当然也更好 但是没那么拥挤了 还有公共的澡堂子 大部分人的洗澡都是到这个公共澡堂子嘛 那么其实我们到今天啊 尽管盖了这么多房子啊 全国各地盖了多少房子 我这也没有统计 也没看到统计啊 但是仍有人住的很少吗 这个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还有新闻爆出 说这个 说上海有六个人挤在八平米的房子里 这我听了都太恐怖了啊 说也没法拆监也没法卖啊 说你卖给多少钱 他都不能重新的去有地方去住 所以有很多人 你问问他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他说我在这一住都快半个世纪了 由于我们这些年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我们的房屋的建造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居住面积改善的也是非常快 增加的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公共设施几乎就消失了 那就是公共澡 过去每个单位都有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觉得经常在路上啊 在路上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在单位啊 在军队大院看到刚洗完澡 从澡藏出来的那种漂亮少女啊 手盆里啊 不是手盆 那个脸盆里端着老三样 老三样是什么呢 肯定是香皂或者肥皂 毛巾还有一双拖鞋啊 这个端着出来 就是那种景色你今天是看不到了 我记得我们最早那个单位啊 就是军队的那个大澡堂子里 都是木塔勒板 那木塔勒板大概有三公分厚吧 就是一个木头鞋型的 然后一个皮带一系 走到里头穿着脊部跟脚 走起来变啦叭啦叭啦乱响 后来后来 多少年以后才开始有这种 我们现在说的塑料的这种拖鞋 北京的澡堂子啊 我这个因为我在单位的这个 一直有单位嘛 小时候跟着父母的单位 大了有自己的单位 所以很少去街上的澡堂子洗澡 去没去过去过 陪朋友一块去 当时洗澡两毛六 我记得很清楚啊 两毛六一张票 你要搓澡呢 再加一毛五 你就可以搓澡了 那现在的这个澡堂子啊 我们今天呢都不叫澡堂子 叫洗浴中心啊 洗浴中心大池子都坐得特漂亮 里头还喷着水 有的里头搁着雄狮啊 给什么都有啊 那水都清澈见底 我们小时候澡堂不这样 我们小时候这澡堂子啊 水是浑的 有多浑呢 就是你能想象那水有多浑 它就多浑啊 熬得跟一锅汤似的 手往下割啊 十公分就看不见手了 那水是特脏 永远不换 那水永远用气把他滋热了 然后人一去 在那脏水里泡着啊 你那时候那个景色很有意思 人一下去就看不见身子了 就剩一头了 泡在里头泡发了以后呢 再去互相搓背 那时候也很少有人去花钱再去搓 最后到淋浴那儿冲干净走人啊 那么今天啊 今天我们居住的环境都得以巨大的改善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卫生啊 就是你这个洗澡 第二是上厕所 这两个都在家里得以解决 我们现在的新的房子 肯定家里都有这个设施的 过去家里有这个设施的人是很少的 尤其这种坐马桶 你知道坐马桶啊 我小时候就家里就有坐马桶 所以我从小就习惯于坐桶 不习惯于蹲着 能不能蹲 能蹲 过去蹲着得至少把一张报纸看完了吧 四个板面加上报份都得看看完 那是后来练的 是到农村练的 到农村他没有这坐的这个马桶 我第一次去农村这个蹲着去上厕所的时候 觉得特恐怖啊 就是觉得这个弄不好都得弄裤子上啊 现在想呢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啊 都有过很好的这种环境锻炼 什么叫环境锻炼 就是跟你原来的环境不一样 那就是一个锻炼 那公共厕所 我们今天也是近二十年才开始改良的嘛 我们今天的公共厕所进去都干干干净净的 有的还飘着香味啊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格子 你进去上厕所 你小便还好一点 我说的是男厕所 女厕所我不知道 这个你大便啊 你都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 那过去根本就没这个 毫无隐私可言啊 你过去那厕所 大的北京那个大的公共厕所 一进去 早上起来这一排好几十人全蹲着 一个空格都没有 外的排斥队呢 这种公共厕所都是水泥漆一大池子 上面就是一个坑 就是一个翻坑 是吧 这个 你今天想啊 今天的人 今天呢 尤其年轻人上这种厕所 根本就上不了 它文化上接受不了 我在东北那些年 看到东北这种厕所呢 那更恐怖 它是木头搭起来的 底下是大坑 上下都是通的 上面不是通 下面是通的 那对面那个那边人是干什么 你都清清楚楚 所以想起来啊 就是我们那个年月的人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这种 上次我这事上没有隐私的 那我们今天想起来啊 我们真的是 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不仅是我们的平均的居住面积啊 比我们小时候要大很多 起码吃喝拉撒睡 这些事基本都在家里完成了啊 所以这家呢 才像一个完整的家 因为我们人的一生中啊 至少有一半时间 是在家里度过的吧 对居住的这种体验呢 只会越来越高啊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就是你支付钱财能力范围呢 趋向于自己满意就可以了 取悦于自己 在家里主要是取悦于自己 我们这些年呢 住宅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的房子太小啊 我们人们都是 想当然的认为啊 住宅肯定是越大越好 但是多大 才算大呢 我刚才这房子 还真不是越大越好啊 那么 我有一朋友家里盖了大房子啊 就招待大家去玩玩 玩的时候招好几十个人 的屋里都显得很空旷 那我说你这房子太空了 这么大的房子啊 你住在里头能舒服了吗 他说反正都盖了 那不住也得住 隔了几年 我再去的时候 忽然发现他们家人都不住那宅子 都住那个 原来给客人盖那个小房子里去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住那呢 他说那有好多不方便啊 说那房太大了 太不方便了 一旦没人的时候 家里就一两个人的时候 这屋子里还让你恐惧啊 说我说那有多不方便 他说有多不方便 我告诉你有一天 我手机丢了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玩起来上厕所 他走好多步 越走越恐怖啊 有时候还发生 这个屋里还发生异响 就很吓人 暗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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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闷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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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